吉安农会为了前进全国行销在地特色的农产品 特别赤字打造了一辆行动餐车 山海振田 在花莲县政府前举办了启用的仪式 而现场也邀请了其他美食餐车齐聚 期盼未来这台会走动的行销餐车 能够服务更多的消费者 不用亲自来到吉安槟城 也能够品尝属于吉安农会的限定美味 吉安乡农会理事长肖万生 常务监事彭荣光 总干事张德琪 率领全体员工穿着服务围裙 款待与会嘉宾及相亲 月前吉安农会为前进全国 行销在地特色农产品 赤字打造一辆行动餐车 在花莲县府前停车广场 举办启用行动餐车 山海振田发表会 宣告未来这台会走动的行动餐车 将跑遍全台 将花莲农特产一步步行销出去 吉安农会又争设了一个强力的大将 就是我们的冰品推广车 这部车对我吉安农会来讲 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活动车 为什么 我们的冰场是前省数一数二的大冰场 三千多万的冰场 有这个冰场 但是在吉安乡 我们的行动是有限 今天有这一部车 我们可以前省跑错错 能推广我们的冰品 能帮助各乡镇的农会 能够推广他们的产物 我们替他能够代工 各农会有他们的品牌 这个实在是双赢的 无论是我们的行动学堂 或者是我们的餐具租借 或者是我们文化局的 我们的电影车 还有爆米花披萨车 以及我们的光复我们太巴朗的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蔬菜车 这些都是在我们这几年建制 希望能够走到部落 走到乡里 所以支持吉安农会 就是支持吉安农会的品牌 往我们的这个各县市走去 对不对 吉安农会以在地芋头制作冰品 做出招牌特色 五顿货车改造的行动餐车 外形和设备 有别一般胖烤或餐车 尤其夜间展现视觉灯光 顿时成为吸睛焦点 总干事张德琪表示 除了贩卖自制冰品 也推出手冲咖啡 甜点蛋糕等 目前已受外县市活动邀请 未来将游走全台各县市 不必远到槟城也能品尝京农美食 让更多人了解华丁农业的美味 记得将汪烟华丁士报导